三菜鱗, 暗窗鬆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我的頻道 很開心我們一起煮東煮西 今天我準備了鵪鶉 打算煮一個傳統的二頭菜 它就是生菜鵪鶉鬆 亦可以說是鵪鶉生菜包 我將它煮兩個款式 一個是生菜包 另一個是椒鹽和葉 兩米 雖然鵪鶉小小 所以用了六隻 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這裡有六隻鵪鶉 我已經煮肉了 我留下一隻, 等一會示範一下 如何煮肉 這些是肥和葉 好, 當然另一個主角就是生菜 生菜用西生菜 另外菜馬有芹菜粒 芹菜把它切成粒 大小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最重要是容易入口, 炒得香 就可以了 筍粒, 馬蹄粒, 冬菇粒 這個就是皮蛋粒 這些我都用薑汁酒來煮過 再煮乾水 這些是蔥花, 這些是薑蔥蒜 上次炒的花鹽 一會兒用來煮椒鹽和皮 米粉一會兒炸 用來煎底 雞蛋是配料 好, 我們首先 處理生菜 生菜 首先是披掉頭 不是披掉頭 鮮魚鮮 鮮魚鮮 將它浸到冰水 待會兒 可以很容易撕開 和清潔 這些是冰水 我加了冰 讓它更脆 乾淨 涼口 這些切出來的生菜 也不會浪費 如果用招絲芙魚鮮 是很棒的 所有禽雷 雞、鴨 都一樣 這裡有一條胸骨 我們沿著胸骨 就割一刀 大家 我說薩甘春用牛刀 如果大家在家 用什麼刀都可以 沒什麼規定 最重要是袖手 這裡就兩邊 就割一刀 鎖骨 鎖骨 往前一點 背部 也要割一刀 用刀 在鎖位置下刀 按著它 然後扯它過來 好 這樣就可以拿出胸肉 皮 不要 把鎖骨 把鎖骨 留下 由於鎖骨 沒有什麼肉 我們把鎖骨 煮好 鎖骨 就更好吃 所以 起肉 就浪費了 好了 這裡還有兩條 扭的 雖然肉少少 就拿出來 先切條 再切丁 小丁就可以了 切丁 口感好一點 就行了 我們先清理這裡 我們另外要把油 用來炸米粉底 胡椒粉 劈腥味 少許糖 麻油 在這裡做椒鹽 可以加入少許生抽 釣釣色 再加一點酒 我用的紹興酒 如果大家可以用米酒 拌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一隻蛋兩用 蛋白去肉鬆 蛋黃來炸椒鹽 炸米粉 炸米粉 想知道油溫足夠 很簡單 放進去 很快浮上來就可以了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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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菇西芹 筍丁 馬蹄粒 先炒香 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把蔬菜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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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西芹粒 放進去 冬菇粒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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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著 放進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剪生菜了 浸泡完水就很容易拿生菜出来 我们现在剪了,我示范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剪多大才够 当然咀仔细小就剪小一点 如果是4万这样的口 就剪大一点 这些是自己的主意 我相信它,以不浪费菜为止 放开它,剪一盏 待会可以使用 再用一半的酱油 将在猪肉切成小块 将它切成小块 就完成! 将它切成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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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炸了椒鹽就放在兩邊 一邊給一邊液 液都已經炒乾了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差不多了 這裏是老規矩 醃製椒鹽 陰蔥液 一半麵粉 一大茶匙麵粉 生粉 一半一半 拌勻 這個時候我們要另外準備一鍋油 用來炸椒鹽液 另外這裏我們要打兩隻蛋 好了,我們在這裏盛起 先把腿放大一點 把芝麻放在一起 好,炸一分鐘才放液 這裡是夠熱的鍋 先把這個鍋煎香 先把肉放入少許油 先放入鍋子,不要太快要散開 這個菜式是提外話 如果不用鵪鶉就怎樣 新年有一個二頭菜叫生菜 生菜好豉蔥 即是用蠔豉 即是把甘蔥 換成蠔豉 如此類推,用海鮮就海鮮 用雞就雞 可以變化很多 這個時候,我們下葉 也要炒成熟,可以放在一起 把牛肉放進去 把牛肉放在一起 把牛肉放入少許油 把牛肉放入少許油 然後把牛肉放入少許油 放入少許油 然後放入麵 加少許雞精,胡椒粉,少許鹽,糖 加少許蠔油,顏色水會比較好看 繼續炒蛋 把薑蔥蒜蓉放進去 鵪鶉有腥味,一定要用料頭炒香 加少許鹽,要加少許鹽,要加少許鹽 現在可以放進去 烘至乾,可以把薑蔥撈起 加少許鹽,可以加芝麻 加少許鹽,叫做南瓜子仁 加少許生抽 加少許鹽,要在鍋쪽邊,要加巧克力 加少許生抽 記得要在鍋邊的鑊巴,鍋邊的香味 可以聞到有香味,亦都夠乾身了,我們下皮蛋 要扭開味,下蔥花 這是青的部分 好,我們上碟了 千萬不要扭開味道,要散開味道 扭開味道 好,我們炒好,大家可以下辣椒 放下去 椒鹽用手拿著,一邊翻一邊 完成 南瓜子 雞腿這麼大隻,不知道能不能吃到一天 放進去 這時候,拿一塊生菜 這個步驟可以下,可以不下 這是海鮮醬,你可以用生菜 墊底 好了,我們把這些東西拌下去 這樣就可以夾起來吃 完成了 快點 多久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